听说世界新三大夜景之一的长崎道走山超级浪漫 还有新玩法登里打卡 听说宝宝说走就走,带你去看看 以前去道走山可以开车或坐缆车 但今年的新玩法就是可以乘坐这个法拉利设计师设计的单轨车 乘坐的车站附近有一个小小的路源 你可以在车上眺望小路,顺便给它拍个美照吧 越往山顶走,景色就越惊喜 左边是整个长崎的城市风貌 右边是大小不一的海岛 可以说从这个车上听说宝宝就开始期待道走山的浪漫了 到了山顶之后太阳还没落山 可以趁着这个阳光凹个造型称霸朋友圈 然后在山顶喝一杯暖茶小气片刻 一起等日落后的长崎道走山夜景吧 这样的夜景你觉得怎么样呢 长崎道走山等你打卡哦 我们下期见